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玩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我是魏惟 今天我想要分享怎麼樣拍出像這樣子 有角度 傾斜角度的相片 我們開始囉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秘訣就是使用你的信箱 你會發現打開信箱的時候 視角會有稍微偏移的感覺 像這樣 偏移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要利用這個偏移的感覺 來拍照 我把這個信箱拿走 信箱可以移動 把信箱收起來拿走 拿到你想要拍照的地方 比方說我想拍這邊 我的南瓜的佈置 我就把信箱 放在想要拍東西的左邊 放在這個地方 我發現這個樹可能會抵擋我拍照的角度 所以我來把這個樹先挖掉 等一下把它種回去 這樣我把它挖掉以後 我把信箱放在這邊 放在這 你就發現打開信箱的時候 就有一個斜的角度 你就在你的信還沒有出來的那一瞬間 趕快按下拍照的按鈕 不過我發現這個角度 有點太 太過了 應該放在這邊 這可能要多方的嘗試才會知道 把油桶放在這裡 然後我打開油桶 喔 這個角度就剛好 那我就試著來拍起來 就可以按左邊-號下面有一個拍照的按鈕 好像 像我已經拍好了 我就到我的 相簿裡面看 在這邊 在這邊 這就是我拍的照片 你這樣子用信箱 拍斜的角度的話 一定會照到你自己 所以下一步就是把這個照片 放到你的電腦 或者放到你的手機裡面 用手機或電腦的軟體 把你自己裁切掉 拍照 拍好以後 我就把我的信箱收起來 把我的樹重新種回去 像這個地方如果我想拍照的話 我就把我信箱放在這邊 然後開信箱 我發現 這個角度好像 不太好 可以把信箱再往上面放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角度還蠻好的 我覺得這個角度還蠻好的 不過我的樹擋住了 我把樹散掉 那我再試著開我的信箱 喔這樣不錯 我就馬上拍照 我要抓準時間 像我剛才拍了一張比較失敗的 信已經跑出來了 那有一張比較成功的 像這樣子 然後再把它傳到你的電腦 或者是你的手機 裁切成 你想要的圖案 茶茶丸坐在這邊 我來幫茶茶丸照一張相 開信箱 這樣子我就拍到一張 茶茶丸的照片 喔 斜的 感覺蠻特別的 以上就是今天主要的內容 不過我剛才發現我的信箱有好多信沒有開啊 我來開一下 Pierro寄給我的信 快樂家協會 評鑑我是SG 音音給我的禮物 蓬花也給我的禮物 美玲也來了 所以美玲給我小黃瓜面膜 音音給我西裝外套 還有給我一個工作服 接下來龍克絲 龍克絲給我紅蜻蜓 茶茶丸給我 什麼東西看一下 張麗娜也給我 禮物 番茄匠 好的 小楓也給我禮物 我看了以後發現Gmy還會送給我動人的名畫 會送給我藝術品 動物拖鞋 圓框眼鏡 還有鳳梨雨傘 接下來是我的觀眾 波拉貝爾寄給我的信 他給我一個 稀釋會的海報嗎 還給我 老闆的海報 那我來把老闆的海報貼起來 希斯德的海報 那就感謝波拉貝爾給我這兩張海報 老闆的海報 這老闆我還沒看過 是一個新的NPC嗎 那希斯德 是希斯惠的哥哥嗎 我從來沒有看過 南版的希斯惠 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出現 哇那我信太多了 我就打算之後再來開大家的信 好多人寄信給我 那現在的童廠家庭除了斜角的照片以外 你還可以照漂浮的照片 怎麼做呢 就是你坐在一個 椅子上面或是躺在一個床上 你要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人物有點跳起來的感覺 你在跳的那個過程中 按下照相 你就會照出一個漂浮的感覺的照片 像這樣 像我照了兩次 一次比較失敗像這樣子 就多去嘗試 那一次比較成功 成功就是他漂浮在 空中這樣子 很流行照斜角的照片 還有漂浮在空中的照片 那這就是今天的動物生委會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分享更多更多跟動物生委會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